好,足小的時間 這個EP討論一個比較日經的問題 首先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遊戲暫時的球員不多 所以你看到很多選手都有N的版本 除了實用推介外 會做一些數字比較分析 特別是一些大陸的球員 例如今集的主角 我們的大刺偉 我們的大空翼 Big Sky Wings 你進入圖鑑 你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大刺偉 但這樣一看就眼花撩亂 這條影片就濃縮了 這些數據和技能的顯示 令你們更清楚 也為史坦講解簡單一點 以下指示個人分享 實用性與球隊配合有明顯關係 在CAMERA圖鑑裡 你就會看到一些頂級數據 即升級級 整理教練 技能 又見到威力等等 甚至有些可能你平時不知道 比如這些抽回來的都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SR有多少數字 甚至SR之後有多少數字 甚至SR之後有多少數字 這樣看就很難看 於是今天就做了一個圖 就是這個圖 由數字和技能分享一下 它的比較 最後就會講到史坦的想法 特別是入隊的想法 你眼見 你眼見 你眼見第一隻 第一隻我們所謂的 歷屬中學生的時候的大智慧 數字就是17,700多 15,000多 以及最後要甚麼 按照後方的 體力上就是1047 目前是最高 還有另一隻由在日本的大智慧 背部向天 明顯在數字上已經有一段落差 進攻是萬五、萬六、防守萬四、體能萬四等等 而能夠使用的體力只不過是998 WY本戰時的狀態 這一隻的體力更加少,951 達連身其他數字都比上一隻更差 進攻是萬六的idol 接下來是兩隻肥料的大智慧 第一是他送給你那隻明顯 送給你的怎會也好 數字是強差人意 900體力,12000,11000,11000左右 而最後那隻呢 這隻大家耳熟能像 這隻是不是首次登記 首次登記那個 搶先登記的禮物 就是900,12000,11000 其實最後這兩隻呢 其實我們叫肥料位 都是用來拆肥 都是用來餵技 所以目前來說 頭三隻呢 頭三隻呢 頭三隻是我們 最主要要比較的數字來的 好了 TING 這一張圖呢 就會比較明顯些 你能夠理解得到 好嗎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我們數字高而已 但都要高在哪裏 是不是 大家如果 如果還未了解到 這堆日文是說什麼 不要緊 OK 這張圖呢 我會丟上群組的 OK 至少左邊 就是這堆字的解釋呢 對於一些不懂日文來說呢 對於一些不懂日文來說呢 的確是挺痛苦的 那所以呢 現在就標注了那個說明 對了 那大家就可以憑這個說明呢 就去看這個 數字的比較了 好嗎 好了 那你要明白 我們就進攻那裏 那就扭射傳 即是信樂 扭波射波 跟傳波 然後就是 鏟檔 跟pass cut OK 好嗎 我們作為一隻攻擊前鋒 攻中場 其實中場的數字比較 大部分都是看你的取向而已 你需不需要他做防守 你需不需要他做協助 那這些呢 就是自己各下的隊伍分析了 那我稍後會分享一下試探的說法 現在只講數字而已 那所以你只看數字呢 其實高下立見 中學的大字位呢 能力是最高的 能力值是最高的 OK 但能力值最高是說什麼呢 可能你見到嘛 是比較上 他每一樣東西 都是五千啊 六千啊 四千到問啊 那麼 眼見呢 就是特別勁的 OK 眼見特別勁的 就是平均起來了 那我們再看看 全日本JY的大字位 那你見到他 可能扭射 都是四千多 但是全球是六千多 OK 接著防守方面 譬如 鏟檔 就是四千七 四千四 五千二左右 OK 然後看我們 由卷回來的大字位 即是我們 WIDE UP 半箭的位 他四千五 然後四千 但是他零成射射 七千三 OK 全球是七千三 但是防守的數字 就開始就再低一點了 就四千四 四十 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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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見到一樣的 就是 我們那個能力上面 是絕對是有影響 平時的 對戰的 譬如說一些非Match-up 譬如說 我當我們傳球出來 又有個動畫 有一個人頂不頂到 我擋不擋到 那些就叫 由數字延伸出來的被動東西了 你數字高一點的 在那些 非Match-up的畫面 就有機會難到別人的球 OK 或者別人射球的時候 非Match-up的畫面 就能夠 可能擋到那個球 等等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叫做 數字上的比拼 在一個比拼上面 任何時候 數字越高一定是最好的 不用說了 廢話 最後那兩隻不說 因為實際太低 大家都是刷肥用的 好了 但是 我們要配合技能 我們去研究一下 好嗎 技能 看這張圖 就十分之good了 我們看看 力屬的大致位 力屬的大致位 是S級的射球 和A級的倒掛 然後 我們全日本JY的大致位 就是S級的合作合體技 然後就是A級的盆扭 OK 然後用券的槍 就是A級 兩招都是合體技 合體射球 和合體技的盆球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當你隊伍組裝起來的時候 你需要什麼人 什麼種類的中場 你見到A的 即是我們力屬的大致位 擺明是一個進攻機器 他可以自己射 可以自己倒掛 然後你加一些技 可能加一些傳播技 給他 就能夠彌補他 對於球隊傳播不足 但是看看 全日本的大致位 JY的大致位 他有盆扭技 有傳播技 但是沒有射門技 因為他本身這隻技能 可能是偏向於 拆動 或者是 在你隊伍的定位上 不是一個入球手 然後看看全日本本戰的大致位 這個 很明顯 技能上 就是有了合體技 的全盆扭 就是在你們的陣容上 譬如有太來 或者有葵失誤 那些時候 就可以發動到 而他仍然 但他兩招都是A技 絕對不是輸時技 但A技沒有單人射球 他都是合體射球 由技能方面 你就要看看自己的隊伍 OK 你就要看看自己的隊伍 你究竟 你的陣容上面 能夠容納到 這些技能 OK 在數字上面 是被動的 那就沒辦法 在Match Up上面 你低200 就低200 但是 不是每個人都抽到三隻 要想的 對吧 可能大部分的人 可能只抽到一隻 選擇的就是 用不用這一隻 首先我們看看史坦的隊伍 好嗎 史坦的隊伍 我是用力屬的大智慧 用力屬大智慧 OK 但不代表我沒有其他 我是有其他的 讓大家看看 史坦的選手 史坦的選手 是有其他的大智慧 只不過我沒有將他放進隊伍 我也是有星的 看到我有全日本的大智慧 還有其他的大智慧 為什麼我選了力屬的呢 因為我分享我的說法 我自己 我的隊伍暫時的陣容上面 是很缺乏傳播技 OK 很缺乏傳播技 OK 那 但是 前提上 我有泰萊 我們看泰萊 泰萊是一個完美的助攻者 它有合體的倒掛 然後 合體的 這些是交給他的 但是我最主要的S技 它是一個合體的S技 是傳播盆柳技 OK 我的二人組合就是大智慧和泰萊 變相 我已經有一個 我是叫做 S級的黃金盆柳人 我就可以放棄大智慧 作為一個協助角色的工作 OK 我有泰萊的時候 我這隻智慧 我就選了一隻全弓型的智慧 就是放了力屬的智慧下去 所以是射波 倒掛 盆柳技 有一招A技的藍衛式盆柳技 還有一招C技的盆柳技 給他 因為我分波的責任 我不用他負擔 也不用用他的體力 去做分波的工作 有任何要分波的 有任何要 要合體 衝過去禁區的 或者要傳波的 盆柳的 攔截的 我都會交給泰萊去做 OK 泰萊呢 所害的體力 就是用來協助大智慧去進攻 好 如果史坦 要放這隻大智慧下去的話 其實不是不行 我們先不要理數字上 有沒有勁度 或者有沒有差勁 而是說 我們看看 全日本的 WY本戰的大智慧 他本身 他都是一個 A級的黃金組合 我們有葵生五 大空翼 有泰萊 在我的陣容上 不是不行 因為我有葵生五 OK 我們變相 我的隊伍有兩招 兩招的黃金盤球組合技 然後有兩招的雙人射球 因為泰萊和我這隻都有 OK 但是我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需要兩招 有沒有需要兩招 OK 因為在我們的角度 或者在我們現在暫時的版本 其實大家都是全弓形的陣 OK 我先不計 先不計 兩隻前鋒 的貢獻 OK 因為打到去 我們高端一點的場次 其實火焰射球 甚至猛虎射球 都是有機會被人沒收的時候 其實你要預計得到 其實可能 只是這兩隻前鋒的入球能力 是不夠的 是不夠的 因為不是他不厲害 而是萬一對面有技能雙刻 或者屬性雙刻的時候 他的體力是不夠用的 所以我們要找些人 找其他人去消耗對方後衛的能力 對方後衛的體力 甚至是很針對性龍門的體力 我就選了多些射球技 OK 我就選了多些射球技 就是用來消耗的 OK 所以變相 你問我 這個就是史坦的說法 OK 你的陣型未必適合用 但你要明白史坦的選擇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作為作調整 你有攜申5的時候 因為我經常都說我齊章 現在就是在說不齊章的人要怎麼選擇 那如果你說有攜申5在這裡 那它是有些 它是你加招 我不知是假設的 就是假設 如果你加招的直接射球 或者衝擊射球給它 那當它還有剩餘體力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揮消耗體力 甚至是偷雞撿雞的動作 但裴身沒有 所以為什麼牙籤佬這麼好用 因為它有射球技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史坦的看法 所以我自己回歸剛才那張圖 這張圖 沒錯 在數值上 大家有眼可見 就是Dorami 1 2 3 就這樣排出來 但是 在實用的技能上 其實我自己認為 全日本JY的大智慧 除非你加很多東西給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是計算原生的使用率 其實我自己會這樣排 我會排南國中學的大智慧先 接著 WY本戰的大智慧第二 接著先到它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比較 其他的大智慧 例如剛才那兩張大智慧的技能 你就可以吃下去 抽到的就吃下去 給其中的一個選擇上面 希望我能夠 這個方向是我自己史坦的說法 就是合不合用的話 我們可以開放討論 但是前提就是 前提就是 你有時候只剩一隻 只剩一隻的就不用煩了 對吧 這個問題是幸福的問題 你只剩一隻的大智慧 就不到你想用不用 重點就是 有兩隻以上要選哪隻 這個就是史坦的看法 希望幫到你 下段影片或者未來的影片 會作多些數字上的分析 希望大家覺得有用 覺得不合用的 或者史坦說得不對 不如你又在YouTube的影片 或者在我們的群組上面 比較一下 透露一下你的想法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大家玩得好些 大家玩得可以 在最少的金 可以玩到最好的技術出來 好嗎 希望你們喜歡 有什麼事的 先訂閱我們 沒什麼事的 都要Like我們 好嗎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段影片見